嗨,大家好,我是科幻民不满 今天要讲一个科学家提炼人脑 只为打造最强AI的故事 《智慧球屋》 我们的主角朱莉亚混迹在夜店考偷到卫生 不过一天夜里她在家中被秘密绑架了 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实验椅上 刚要挣扎就直接被点晕了过去 再次清醒过来时 她已经被关在了一间牢房中 双手被绑,嘴上也戴着岩石的口罩,无法取下 连牢房的门都是带电的 想要逃跑,根本不可能 牢房中还有一男一女 而他们三人的颈部都被植入了一种芯片 显然他们被抓来做了某种实验 这时抓他们的人杰皮哥出现了 她一言不发 拿着电机棍驱赶着朱莉亚走进一个实验室 在实验室,杰皮哥启动芯片 让朱莉亚痛苦地被强制唤起过去的机 看起来像是在提取她脑中的数据 不过在实验结束之后 朱莉亚凭借着自己的偷盗技巧带走了一把剪刀 并且解除了自己和其他两名同伴的束缚 接下来呢,朱莉亚把衣服撕成布条 再把剪刀绑在上面 成功地拽开了牢房门口的一处燃气管道 然后呢,又用剪刀敲打铁箱摩擦起火星 引发了大爆炸 炸毁了实验室和牢房 不得不说,这个操作实在是666 三个人逃出牢房之后 一路逃跑也没有遇到出来阻拦的人 很快就找到了出口大门 可是呢,大门安装了触摸门锁 这个男女友想都没想就把手放了上去 结果唤醒了房子里的人工智能小智 小智启动防御系统 操控金属机器人 直接将他杀死了 而朱莉亚带着女女友 跑到了一个装有玻璃围墙的屋子 用铁棍打碎了玻璃墙 却发现这只是一块电子屏幕 外面其实是一道坚固的水泥墙 这下两个人走投无路 而机器人又闯了进来 无情地杀死了女同伴 就在机器人要对朱莉亚下手时 外出的杰皮哥赶了回来 阻止了她 她对朱莉亚搞的破坏十分气愤 但无奈朱莉亚是仅存的实验对象了 也只能留下她 朱莉亚被锁在大厅中央 她发现小智就像是一个全能管家 能控制所有的设备 而杰皮哥见不得一点脏乱 就命令小智清理现场 这时大厅里飞出了许多的小圆球机器人 瞬间就把混乱的一切打扫干净 接下来朱莉亚通过偷听杰皮哥和别人开的视频会议 知道了她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 她的公司正在研究一款有决策力的高级人工智能 需要通过提取人脑的运转数据 转化成人工智能的代码 但是这项实验现在只完成了95% 可交付时间只剩十几天了 所以现在她必须尽快用朱莉亚来完成最后的提取实验 杰皮哥开始买各种设备 用于修复实验室和牢房 而且每天都要外出 她把朱莉亚交给了小智来监管 让朱莉亚在大厅的智能墙上继续进行测试任务 但求生欲极强的朱莉亚没有一刻爱分过 不停的找各种机会逃跑 多次失败之后 朱莉亚选择与杰皮哥谈判 她要求得到正常食物 以及在大厅内的人身自由 而杰皮哥最终妥协了 因为她发现可以自由活动的朱莉亚 大脑P层的活跃度更高 大大的提升了实验进度 就这样 白天朱莉亚被迫完成那些她反感的测试 无聊的时候就和小智说话 但是朱莉亚在与小智的对话中 却发现她不只是单纯执行命令的人工智能 她也会思考 会发问 并且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人类 于是朱莉亚开始向小智介绍外面的世界 没想到小智被成功吸引 不停的问她各种问题 朱莉亚则开始利用小智的求知欲 用书本中的知识和她交换信息 终于得知 在二楼的卧室有一个整栋房子的自毁装置 随着日复一日的相处 小智竟对朱莉亚产生了某种感情 因为她从杰皮哥那儿得到的只有冰冷的控制与隔离 而且只要小智出错 杰皮哥就会用删除小智的部分记忆代码来惩罚她 可是朱莉亚不同 她温柔幽默读书给自己听 还说要带自己去领略外面的世界 所以小智对朱莉亚也越来越好 很快实验到了尾声 朱莉亚知道最后一步是要取出她体内的芯片 这也意味着她的死亡 这天她祈求小智放她一条生路 于是小智便利用房子的通风管道 为朱莉亚安排了一条逃生路线 没想到这次逃跑还是被杰皮哥发现了 她愤怒地删除了小智的全部记忆 逃跑中的朱莉亚最终因为担心小智而折返回来 可是此时的小智已经完全不接到她了 朱莉亚再次被抓 杰皮哥把她绑到了那张实验椅上 准备进行最后的提讯 这时候朱莉亚却突然发现 地上有一个小圆球机器人 这个小机器人储存着小智的全部记忆 那因为杰皮哥的大意没有被删除记忆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小智的另一种形态 朱莉亚试着呼唤小智 没想到小机器人竟然听从她的指令 帮她拿到了实验椅的遥控器 接着她打开实验椅 用力将杰皮哥打晕在地 愤怒的她拿起电锯卸掉了杰皮哥的手 然后跑到杰皮哥的卧室 用残手吸动了房屋的毁灭装置 再迅速的跑到大门先要离开 可是呢因为断手的温度过低 门锁无法识别 这时候清醒过来的杰皮哥也跑到大厅 可是别墅已经开始爆炸 很快她就被落下的屋顶给砸死了 朱莉亚则躲到一个角落与小智告别 却没想到对面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亮光 为她打开了一个逃生通道 朱莉亚迅速的跑了出来 而别墅呢就在她身后彻底倒塌 好在她手中一直握着那只承载着小智记忆的小圆球机器人 而朱莉亚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带着小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不知道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 他们又会经历什么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